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为华为手机提供软件和更新的能力 消息室说 围绕许可证的情况仍然很不确定 是否为华为延期的决定 可能在星期一最后期限之前改变 许可证已经成为了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筹码 一位消息是表示说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主席习近平 将于本周末在电话当中讨论华为 目前华为没有立即制评 中国外交部也没有立即的回复传真的制评请求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装备商 华为仍有赖于在无需追加申请 特别许可的情况下 购买美国的部件来制造新的产品 很多华为供应商要求 获得对支供货的特别许可 上个月底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记者表示说 他已经收到了50多份的申请 并且预期还会有更多的申请 据报道称 华为2018年用于购买部件的总支出 超过了700亿美元 其中110亿流向了美国企业 其中包括高通 英特尔和微软 星期五晚些时候 美国商务部拒绝了就相关的评论来进行制评 但是提及了罗斯在本周一的时候 在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的一番表态 罗斯当时表示说 直到下周一 现有的临时通用许可证仍然有效 在被问及该许可证是否会被延长的时候 他回答说 在星期一那天 我会很高兴的让大家得到最新的消息 支持香港民主黄贝新第40场游行 据法管的报道说 巴黎的黄贝新们在8月17号进行了第40场游行 他们本次的游行主题增添了国际元素 表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并且呼吁人们拿出自己的雨伞 抑制香港此前的雨伞运动 报道称在脸书上 这一次的黄贝新运动 截止到发稿之前 已经有将近300人点击会参加这次活动 此外还有超过1500人点击对活动感兴趣 根据这一声明 游行人群将在法国巴黎当地时间17号的中午 在巴黎北部的19区的节日广场来进行集合 之后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出发 通过华人区的美丽城和巴士底广场 前往共和国广场 报道称在诉求当中 活动组织方写道 在香港就像黄贝新遭遇到的情况一样 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 香港人为了保全他们的身份和自由而抗议 黄贝新们支持香港人通过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抗议 并表示香港的示威者们 见证了与黄贝新运动的团结 黄贝新们为了社会公平而斗争 反对政治腐败 反对政治人物和警察的豁免权 这一活动的声明还写道 黄贝新和香港游行 这是两个地理位置上相隔很远 却彼此呼应的运动 报道称 本周三的时候 游行者们已经提前在巴黎当地 制作了示威所用的标语牌和横幅等一些用品 语言是英语法语和中文 旅法港人817举行集会声援五大诉求 根据法管的报道说 巴黎今天或将出现新的声援支持香港社会运动的示威游行 法港同盟撑前线这一账号在脸书上公布了8月17号的一场活动声明 截止到发稿已经有将近200人点击了这场活动 表示对活动感兴趣 有大约50人点击将参与前往活动 而在这条消息的下方 一些旅法的台湾人也表示将前往支持旅法港人的活动 根据法港同盟撑闲宪宪发布的消息 8月17号星期六的下午6点到8点将在巴黎市中心的游客区圣米歇尔喷泉广场上举行活动 主旨是居法港人为香港加油重申游行五大诉求 也就是按照议事的规则彻底的收回逃犯条例的修订 第二就是收回把抗议逃犯条例的活动定为暴动的标签 第三就是撤销指控释放被捕的示威者 第四就是追究警方滥用武力和权力 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彻查所有的事件 第五就是重启政治改革 实施双真普选 此外法港同盟撑前线还表示 17号的这场活动还将抗议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在香港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 淘宝拒绝香港安全帽和防毒口罩的订单 防毒口罩、头盔、还有雨伞、眼罩 这些到处合法可受的物品 由于是示威者的基本装备 因此在香港已经渐渐的成为了违禁品 警察不但向出售这些物品的店家出言恐吓和警告 甚至连来货的供应商也突告紧张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 中国淘宝网上的五家专门处理香港买家的网商 都已经拒绝接受来自香港的订单 报道指出 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拒绝回应有关供货短缺的问题 顺丰宿地和德邦两家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 也对查询不予置评 报道引述西尼迈格里大学的尼姓教授的话表示说 这相信是北京的策略 显示当局是香港的危机已经越来越严重 限制示威者的装备用品出口是中国多方面的战略 目的是向示威者进行施压 另外报道还指出 在香港很多出售这些物品的店家 都受到了来自警察和来货供应商的压力 一个自称Peter的商家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大约有20多名的警员两个星期以前 曾经到他在九龙的店铺 警告他说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应该懂得该做什么 并且警告他要小心点 Peter说这个信息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停止与示威者做生意 警方拒绝就这个问题回应媒体的质询 报道说示威越来越激进 这些店家面临的供货压力也越来越大 很多商铺和示威者都各出其招来进行捕获和补仓 Peter说他们就好像在进行走私活动式的在躲避政府 报道说在这个金融制度防毒面罩 却突然变得奇货可居 警方从6月初以来已经发射了超过1800枚的催泪弹 另外一个店家表示说防毒面罩市场上已经没货了 他曾经要求三安门生产商香港的批发商给他100个口罩 但是最终只给了他30个 而据报道说好几家店家也得出了同样的一个答案 报道称现年33岁的一名理性店主就突发奇想 开了一家名叫国难五金的商店 雇用了10个员工到处的收集上述的物资 每逢有示威活动 他就会在附近租下一个摊位来进行出售眼罩手套头盔 以及防毒面罩还有呼吸管等一些物品 每代的进货价格是64美金 他售出的价格却是你给多少他就收多少 尤其是学生来买的时候 他给出的学生价只有1.27美元 他说把这些物品放在一个黑色的塑胶袋之内 然后进行整体的出售 这样就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他说如果有政府的人来买 价格就是学生价的1000倍 经济学家说中共急于保外汇储备 才对香港强硬 中国近期不断的收紧政策 除了禁止中国游客到台湾去进行自由行 采购美国的商品也跳票 并且试图将香港内地化 台湾经济学家吴嘉龙对此就在脸书上表示说 中共可能外汇储备不够了 台湾还指望市场靠大陆吗 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报道说 中国已经与38个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 其中29份有效协议的金额高达人民币3.41兆 中国当局可能因为经济情况糟糕 才急需外汇 另外美国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表示 中共自2016年就开始掩盖外汇储备的真相 他说从2018年8月到2019年6月的 中国全国金融机构外汇账款的数字就显示下降了3000亿美元 但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数字却在上升 新疆白皮书没有提的大外宣之旅 中国政府星期五的时候再度发布了有关新疆的白皮书 在为当地开展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而进行辩护 白皮书援引了一些在新疆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的报道 证明学员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障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媒体休斯敦国际聚焦杂志的发行人兼总裁 报道称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在中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工作人员的陪同 中国政府正在招募一些外国记者到新疆去采访报道 他提交了申请并且被选中 汤姆森说 此前他去过30多次中国 但是到新疆还是头一次 报道称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汤姆森和20多个国家的记者一道开启了为期半个月的新疆之旅 在15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 他们参观了一座伊斯兰教精学院 参观了新疆重大恐袭和暴力犯罪展 还去了喀什的一处再教育营 汤姆森说 每天他们都能够吃到当地的美味的食品 还有身着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 为他们表演文娱节目 而在本周五中国官方公布的白皮书当中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却没有提及 汤姆森的那次新疆采访之旅正是由他们组织的 根据美国人的报道说 汤姆森表示他在新疆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 没有看到任何负面的东西 在喀什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里面 他参观了不同的教室 也看到了学员们学习使用缝纫机 学写汉字 他们一起打篮球 还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他们还说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 没有编造的成分 他还说这趟旅行的机票是他自己购买的 中国政府只负责在当地的旅费 他强调自己并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或者礼物 但是汤姆森也承认记者团所到之处 都有中国政府的官员进行陪同 真实的情况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报道称星期五的时候发布的白皮书 重申了中国官方的立场 即这些教培中心属于学校性质 是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实际需要 白皮书还指出开展教培工作以来 新疆已经连续近三年没有发生暴力恐怖事件 宗教极端主义渗透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社会治安状况明显的好转 另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当天也发文表示 说白皮书揭露了西方国家有关新疆培训中心的谎言 但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则说 这份白皮书恰恰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国际压力 而进一步编造的谎言 报道称这是中国政府今年第三次发表的 有关新疆的白皮书 七月份的时候中国政府称 有90%被拘禁的穆斯林已经回到社会 而这一说法很快也受到了学者和海外维吾尔人的质疑 台湾空军披露中国军机绕台路线 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五的时候公布了自2015年以来 中国军机绕台的次数和航线 并且强调台湾迫切的需要向美国购买F16新型战机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台湾空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说 中国军机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四次绕台飞行 在2017年则多达34次 2018年有13次 此外台湾国防部还总结出了六条中国军机绕台的航线 除了四条北出北返和南出南返的路线之外 还有两条分别是从南北两个方向起飞 一路绕过台湾东南和北部空域的航线 台湾国防部说 中国军机绕台飞行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训练 使得台湾全岛均成为攻击正面 另外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的时候 也援引了不具名的官员以及消息人士的话 表示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在星期四将这个军售案送到了国会进行非正式的审议 这是美国近年以来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对台的军售 另外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威胁说 中方必将做出强烈的回应 台湾空军司令部在脸书上还说 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敌情威胁以及未来的作战需求 筹建新型战机已经刻不容缓 而F16是针对当前敌情威胁最佳的选项 能够最快地形成及时的战斗力 哈萨克斯坦人被迫同意不再反华 哈萨克斯坦人权运动者被释放 与法庭达成协议用人身自由换取停止对中国的斗争活动 根据法管的报道说 在持续了超过两个星期的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 一名哈萨克斯坦人权运动者被释放 萨里克扬比拉士此前被认为涉嫌煽动仇恨罪 这一罪名一旦做时 他将面临最高入狱七年的刑期 他表示 已经和法庭达成了一项协议 那就是他可以获得自由 但是交换的条件就是停止人权运动 根据协议他承认自己呼吁用信息圣战挑唆足间关系 他将不能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离开阿拉姆图 他表示说 他为了家庭和孩子们做出了一个选择 并表示 希望其他的活动者能够继续下去 萨里克扬比拉士说 自己不得不结束针对中国的斗争活动 他要么选择停止活动 要么选择做七年牢 他没得选择 报道称他已经重新回到了家庭的怀抱 一直支持他的人也前来与之会面 报道称萨里克扬比拉士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被捕 他的审判从7月29号开始 哈萨克斯坦检方指控他组织活动 让公众了解哈萨克族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 在中国新疆的生活状态 在接受审判的时候 萨里克扬比拉士曾经谴责称中国政府在新疆制造种族屠杀 并且谴责哈萨克斯坦政府帮助中国进行扩张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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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